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 2021年3月25日晚上8点 英国布里斯托尔金斯伍德的某住宅区的花园里 传出了一位女子痛苦的叫喊声 隔壁的邻居听见后立即赶了过去 当他进屋后发现 一名男子仰面躺在了厨房的地板上 正处于休克的状态 旁边他的女友完全被吓坏了 他说自己一直拨不通紧急服务的电话 便请求邻居帮忙呼叫了999急救 当急救人员到达时他们发现 屋子里的拖把和衣袭衣服上都染上了红色 躺在地板上的男子胸部只有一处很深的伤口 他被立即送往了医院进行抢救 但不幸的是 几个小时后的凌晨他还是去世了 原因是伤及到了心脏并且失血过多 警方立即传唤了他的女友 并对他进行了询问 女子表示他没有谋害男友 是男友自己刺伤的 但据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个女子实际上在撒谎 因为据男子的一个好友说 案发当天的7点54分 男子给他打过电话求助 说自己的女友试图伤害他 想用刀具谋害他 果真在几分钟后 该男子就倒在了厨房的地板上 面对警方的质疑 女子承认他之前在这件事上是撒了谎 因为他被吓到了 但他却表示自己不是故意的 说当天他们俩吵架了 原因是他在酒吧被别人欺负时 男友没有为他挺身而出 后来当他们回到家后 男友在走廊里推了他 于是生气的他便走进了厨房 随手拿起了就劲的刀具走向了男友 并说自己当时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而已 并没有真的想动手 但没想到意外最终还是发生了 据调查的该女子名叫阿比盖尔怀特 当时年龄24岁 是OnlyFans上面的一位模特 自称为假芭比娃娃 在他4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 后来母亲再婚 又让他拥有了一个新的继父 但这个继父对他很不好 经常打他 最终母亲便把他送到了 祖父母那里生活 步入社会后的怀特 没有固定的工作 经济紧张了他 便开始在OnlyFans上面 发布自己的私密照片 以粉丝有偿订阅的方式赚钱 这个平台想必作为成年人的大家 也都有所了解 我就不必多说了 而他的男友布拉德利 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英国小伙 当时年龄22岁 他在14岁的时候 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怀特 并一直暗恋着他 直到多年后的某一天 他们俩正是在一起了 没有结婚 但是有三个孩子 这里需要说一下 在英国即使没有结婚的男女 也是可以生孩子的 因为英国的法律 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和生育权 认为婚姻仅仅只是一种法律关系 并不是所有的情侣和夫妇 都想选择结婚 但是一旦生育的孩子 即使没有结婚 也是需要承担等同于 已婚父母的权利和责任的 估计在不结婚这一点上 怀特可能是受到了小时候 父母离异的影响 尽管怀特承认了 男友的去世是他造成的 但是他所陈述的证词 都有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嫌疑 因为故意谋害他人 和过失谋害他人 两者的性质还是有所差别的 为此 警方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以寻求更为有利的证据 他们查看了监控录像 大量社交媒体帖子 和两人的手机信息 通话记录 并且他们还找到了 怀特和布拉德利的众多好友 询问了相关的情况 最终他们发现 这个女人很不简单 据说 在对男友进行袭击之前 他给一位朋友 发过一条 令人毛骨悚然的音频信息 表示 自己想要伤害自己的伴侣 在录音中 他说 布拉德利只有在我拿出刀具 或者我想对他进行袭击的时候 才会告诉我 所有事情的真相 才会乖乖听话 并说 我们中的一个人 最终会没命 但我完全相信 我有能力干掉他 据悉 早在之前 布拉德利就有被怀特袭击 伤到过腿和手臂 原因是 男友没有按照他的议员形式 没有对他进行持续的关注 例如 立即查看回复他的消息 这些事情都会让他感到愤怒 情绪不稳定 并且警方从他们的短信记录中也证实了 在2月7日的时候 也就是案发的前一个月 怀特就给布拉德利发过这样一则消息 说 我向上帝发誓 我会再次你一次 当时的布拉德利都被女友吓到回到了自己的家 和母亲住在了一起 长期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中生活 谁都会胆正心惊的 他曾多次向朋友诉说自己很害怕怀特 很想离开女友 但又不敢这样做 因为他们每次聊到分手这个话题的时候 怀特就会像发疯一样 扬言自己要选择亲生 要毁掉男友的脸蛋 并且还说要干掉布拉德利爱的所有人 包括他的母亲 直到案发当天下午 他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把怀特叫到了一个公园里 鼓起的勇气向他提出了分手 当天下午五点 怀特和布拉德利还有几个好友 一起去到了他们家旁边的酒吧 怀特显然心情非常不好 他一直不停地喝着酒 并在自己的酒精中加入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不久他就和其他人发生了争执 他十分暴躁地扇了一个陌生男人一个巴掌 当然那名男子也回击了 当时的布拉德利被朋友发现 还在男厕所里哭泣 所以并不知道外面刚刚发生了这件事情 当布拉德利从厕所出去后 发现倒在地上的怀特 打算护送他离开 并说他的反应过度了 结果却被怀特用酒杯砸向了脸 怀特表示很生气 布拉德利没有为他挺身而出 当时已经是晚上的7点40多分了 见此状况 他们俩的共同好友阿尔菲提议 让他们先坐电梯回去 他们俩答应了 据说 两人在回去的路上也都还在争论 阿尔菲说 他当时刚回到家 就接到了布拉德利的电话 说怀特想用刀具谋害他 结果谋害真的就在几分钟后发生了 距离离开酒吧也就不到20分钟时间 对于布拉德利的去世 他的父母感到很痛苦 他们表示 作为父母 我们都希望能做更多来结束这种关系 但我们也都非常清楚 无论他们分开还是在一起 儿子布拉德利都可能受到伤害 因为他非常爱怀特 这就是这一切的可悲之处 法庭上 怀特依然坚持说 自己是不小心犯下了错 他回忆说 男友被他袭击后的反应 是震惊 并叫出了他的名字 惊慌了他 那时候才意识到 他已经伤害到了男友 于是他立即把布拉德利的衣服脱掉 把他搬到了厨房里 并尝试了求助 对此 法官并不买账 他们认为 怀特曾多次这样对布拉德利进行威胁和袭击 他说的只是想吓唬吓唬男友的证词是不可信的 包括他们俩数百个朋友中 也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过失犯罪 在经过两周的审判后 陪审团驳回了他的辩护并判他有罪 最终判处了他无期徒刑 至少18年 尽管怀特得到了相应的惩罚 但布拉德利的父母还是很难接受 他的父亲表示 真的感觉不太对劲 我们很高兴他被关起来了 但奇怪的是 我不觉得我们得到了正义 因为我们才是被判无期徒刑的人 这太可怕了 他把一切都带回到了第一天 不幸的是 我们感觉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明 任何的父母都不应该经历我所遭受的痛苦 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事情 现在感觉仅仅度过这一天 似乎都是一项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 太难接受 儿子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 他总是能让我们微笑 让我们开心 他的父亲还说 他希望怀特可以在地狱中腐烂 布拉德利的母亲也表示 自己无法原谅怀特 并说 3月26日凌晨的4点 当警察到他家时 他的世界一部分就结束了 震惊和痛苦每天都伴随着他 他希望怀特也像他一样在内心受苦 感受他每天感受到的空虚 和难以想象的失落 至于他们俩的三个孩子 布拉德利的父亲表示 怀特再也不会有机会见到他们了 因为豹子永远不会改变他的斑点 他不会再让孩子们也受到他的伤害 好了 今天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下方留下你们的观点和看法 当然 如果你喜欢本新影片 请记得给我点赞加个订阅 我是Shan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